今年新西兰的房屋价格持续走低 咱们的买家逐渐掌握了市场的话语权 加上各大银行都在推出针对手套房购买买家的贷款政策 可以说现在是购买首次住房的一个黄金时段了 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一说 最近购买手套房的话 有哪些福利您可以抓住 您好 我是新西兰小语心带的贷款顾问Alex 现在新西兰的各个银行 为了帮助首次购房者实现买房的梦想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的福利政策 第一是cashback现金返还的数额保底这个政策 只要您的贷款额度超过了最低的20到25万这个区间 多家银行就会给您至少3000到5000纽币的这么一个现金返还额度 当然如果您的贷款额度较高 实际计算的返还的额度会超出这个数字的话 银行也会按照更高的实际额度来支付 第二个方面是给予低首付买家更多的选项和贷款的能力 这个方面不同的银行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第一类的方案是允许不符合first home loan的手套房的买家 支付更低的一个首付 最低只需要5% 第二类客人如果符合first home loan这个申请标准的话 那就更加的好了 您不仅可以只支付最低5%的首付 银行还会最大化您的可用收入 使贷款的额度有显著的提高 第三方面是更低的利率和更高的现金返还的比例 多家银行现在都推出了针对首次购房者的第一年超低利息的一个固定的利率 最低可以达到6.41% 另外在现金返还的方面 如果您有20%的首付的话并且贷款额度超过一定的数额 就很有可能拿到高达贷款额度1.1%的等值的这么一个现金返还 作为手套房的买家的您千万不要错过现在这么好的贷款政策 如果您正在考虑贷款买房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看看什么银行可以满足您的贷款需求 同时拿到最好的福利 如果您有任何其他方面的疑问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